少公主 如今 你还要我吗 我发现 你这张嘴 还真是不讨人喜欢 属下在尹哥所学皆是拼杀之术 还真没怎么学过 如何讨人喜欢 没学过 好啊 那我就来教你 果然你这张嘴 还是不说话的时候 最可认的 少公主 如此亲密之觉 闻事不多 本宫灌常放浪行孩 此乃和宫禁界知晓之事 难道你没听说过 我只知道 曾经救我和妹妹的那个少女 并非如你所说这般 我玄天雁中不留善做主张的一位 再有下一回 就不用再回来 听清楚了 谢主上这么请 少公主 什么事 主殿那边派人过来 说是公主请您即刻过去一趟 我知道了 你先回禀 说本宫更了依旧过去 是 主上 未经传召 但该山窗本宫的居所 你好大的胆子 他若死了倒是干净 可是 孩子不见了 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 少公主怎么了 他这是怎么了 他这是怎么了 此一处救主 极有可能是里应外合的苦肉计 旧未彻底博得您的信任 少公主 此人 还是尽早处理的为好 的确 饮食怕是留不得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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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做不敢认 少公主 原来我那个好父亲 就是这么控制尹哥的 一旦服下此药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此后 竹上会真正的信任书下 还意味着 阿靖 你派人暗中跟随他们 凌玄是我姐姐 谁都不许动 为何心虚如此躁动 莫非 是因为服用了散神丹 可从未听说过 这药竟然还有催人欲念之下 我 怎么 这才刚一天 就想反悔逃跑了 吃都吃了 反悔也没用 说是谁派你过来的 是 怎么 事情都做过了 现在不想认账了 晚了 你现在是本宫的人了 那个饮食 他怎么能这么走了 是我赶他走的 不解风气 瞧着无趣 岂有此理 天底下既然有这等 得了天大的便宜 还不失抬举之人 带你父亲找到了万星爵 主治了凌玄 这少主之位 便是你的了 你也知道我们与药王谷的关系 若有了药王谷的帮扶 鹿死谁手他就不好说 尹阁让你过来 是让你一动不动 当个摆设站岗的吗 少公主 您可还记得十年前 您曾救过一对兄妹 少公主 如今 您还要我吗 要 我方才说 我玄天苑只留美人 不要护卫 并非徐燕 以后就说 你是我房里人 怎么样 雅叔 暗中寻找失踪人的下落 那我先去把秦氏处理了 不 那个秦氏 让影识去处理 少公主已经留下影识 许她认中了 你倒是好手段 我该怎么赏你呢 她因嗜毒之情 犯下了罪 属下认为她罪不知死 便慎作主张 饶她一命 在这里 强者主宰生死 弱者命如草剑 一条人命而已 谁会在我 既然如此 当年我和妹妹同样 身入抚平 命如草剑 主上又为什么要救我们 我听说少公主昨天刚受了个人 我今天就罚上了 怕不是故意传成那样 对少公弄整成花火了 结果弄巧成拙 玩砸了吧 少公主早已吩咐过 今日该不见客 我十次来 倒有八次见不到阿姐 来 隐时被安洁在哪儿 在最北角的厢房 一入尹阁 豺狼环寺 他却遵守十年之约 杀出重围来到我身边 主上 如意了 竹殿那边危机四伏 我陪您过去了 您知道吗 我在尹阁这十年 几乎没有试毁一个安文桥 起初怕杀人 后来怕被杀 三十街边这种程度的伤 对于属下而言 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女儿最近练功练得狠了些 累着了 只可惜 女儿天资不够 练来练去 也还是无声找尽 她还是又要让父亲失望了 行 那就如你所愿 大不了 一丝万魂 好 好 好